这个粥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稀饭 为什么 大家可能会认为 其实稀饭的话里头的米啊 还没有我们饭里头的米多 比如说我们一碗粥 可能原来这个米 肯定没有一碗饭的米多 那为什么粥的话 喝下去以后血糖还会更高呢 其实这跟这个食物的处理方式 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的血糖的话 除了跟你摄入食物料有关系 还跟你摄入食物的自由关系 就是你是怎么处理这个食物 然后吃进去的 比如说那个粥的话 它是经过了那个火的一个加工 那么这个火的加工的过程之中的话 那个淀粉的话 在水里的话 经过火的这种加工的话 它就会分解成一个小分子的一个成分 所以的话淀粉是个大分子 相对来说吸收会慢一些 那么当它变成一个小分子的时候的话 它的吸收的速度就会很快 我们一般会怎么样形象的形容呢 一碗粥摆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要把它看成一碗糖水 所以它喝下去的话 它的吸收的速度和对血糖造成的影响 就是跟一碗糖水是一样的 有人会问 小米粥会不会好些呢 小米粥会好一点 但是好在哪里 好在它是杂粮 杂粮的话热量会低一点 但是的话 改变不了吸收速度 因为它做的方法是一样的 所以仍然是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的话 尽量的不要喝粥 特别是我们糖糖病的患者 感谢观看